9月11日林依晨出席时尚品牌秀 她穿着简单的针织上衣搭配透明长裙 隐约露出红颜小短裤小楼性感抢尽风头 近日由她主演的古装剧《蓝灵王》 在两岸热播话题不断 男主角冯孝峰更是被曝三度自行偷加吻戏 占尽林依晨便宜 对此依晨就澄清道 真的是没有加吻戏这个部分 加吻戏那个是原本剧本就写好 或者是导演跟演员一起讨论出来的结果 其实她那时候也蛮挣扎的 因为那时候她已经承认女朋友妮妮的事情 所以她其实还很抗拒说